嘉義縣一名富人在自家門前使用碳化鈣 也就是俗稱的電土想要來催熟木瓜 沒有想到操作不慎突然爆炸開來 引發了火苗跟陣陣白煙 消防人員趕到現場 趕緊協助燒上的富人緊急送醫 桶子裡還冒著陣陣白煙 所有物品蒙上一層灰 明柴前發生爆炸 罪魁禍首就是它 原來是電土惹的禍 嘉義縣福子市一名富人想用電土催熟木瓜 沒想到卻操作不慎引爆火苗 其實電土的成分就是碳化鈣 遇到水會產生可燃性氣體已缺 要是在密閉空間裡又遇上火源 就會引發爆炸 小小一撮爆炸為例驚人 將電土放在水果旁 可以吸收水氣達到催熟效果 不過危險性高 現在大多數已經改用酒精催熟 這回富人因為不熟悉操作 引爆火花還被燒傷 消防隊就特別提醒 使用這類化學物質還是要特別謹慎 只有蔡寵無嘉義報導